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经文是在诗篇126篇5到6节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喜喜的带河捆回来 亲爱的小朋友,你们有看过农夫种田吗? 种田非常的辛苦,要在大太阳底下把一整片田地的土壤弄得松软 这样把种子撒下去的时候,植物才能够健康地生根发芽 但既然这么的辛苦,为什么农夫还要种田呢? 因为农夫知道他的努力是值得的 等过些日子,那些被种在豪土里面的种子就会成长 变成各种营养又美味的蔬果和穀物 你有没有体会过农夫的这种喜悦呢? 在努力之后,看见自己的付出得到了回报 像是你努力读书,结果成绩真的进步了 或是你练习乐器,现在可以演奏出好听的乐曲 也可能是你愿意听父母或老师的话 而得到美好的奖品或是鼓励 这些过程都不容易 但是成果却很让我们喜悦 就跟农夫辛苦种田 最后有丰富的收成一样的快乐 让我们再一起来背诵这段经文 诗篇126篇 五到六节 流泪撒肿的 必欢呼收割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 必要欢欢乐乐地带河捆回来 诗篇126篇 五到六节 流泪撒肿的 必欢呼收割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 必要欢欢乐乐地带河捆回来 你都记住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用这段经文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虽然在我努力的过程中 会有辛苦的时候 但只要有努力 我们就会喜乐地看见成果 求主帮助我成为一个洒种的人 愿意付出 并且尽力而为 我知道上帝 你会祝福我所有的努力 因此我要天天喜乐 就算辛苦 也还是很快乐 因为我知道 最后会有好的结果 感谢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